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观光韩国语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大家在旅游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韩国语和韩国文化 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谈谈韩国文化 金小姐上次你借我的这个数码相机你带来了没有 今天我要用啊 对吧 打来了 等一下 在哪里呢 你不会忘了吧 我今天要用的 怎么办 好像忘在出租车里了 什么出租车 那你快打个电话吧 出租车公司给他们打个电话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出租车公司啊 你真是的 啊 我想起来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呢 把衣服送到洗一点洗了 可能忘在那里了 你等到我 我马上去 别着急 你慢慢来吧 慢慢来 那么观众朋友呢 大家一定有过丢东西的经验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您手足无措的话呢 那么本来可以有找回来希望的东西呢 也是可能会找不到 特别是在旅行的时候 如果您丢了护照的话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解决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说帮助大家找回您丢的东西 真的 那这些内容呢 是一定要学习的部分 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对不对 你等等我 我先去找回来 好的 好的 我一直挂在心里 什么事也就干不了了 好的 好的 好 你等等我啊 好 他这么急急忙忙的 我真担心他又丢了什么东西 那么好的 这个时间呢 我们先和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怎么办呢 小姐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가방을 잃어버렸어요 어디에서요 어디에서요 택시에 두고 데렸어요 那你应该快点去拍手座吧 对了 那拍手座잖아 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句子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가방을 잃어버렸어요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丢了我的包 那么在韩国语当中呢 这个 잃어버렸어요 它的意思就是 丢了什么什么东西 在韩国语当中呢 在滨语的后边 我们还需要这个助词就是 을或者日 那么这个包在韩国语就是 가방 那么我们说 我丢了我的包 这个时候您可以说 가방을 잃어버렸어요 那么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 如果您丢了您的护照 那么这个护照呢 在韩国语当中就是 要管 那么如果您说 我丢了我的护照 这个时候您可以说 要管을 잃어버렸어요 要管을 잃어버렸어요 那么这个句子呢 我们还可以说 我迷路了 那么这个路呢 在韩国语中就是 길 您可以说 길을 잃어버렸어요 길을 잃어버렸어요 金小姐应该到回来的时间 不知道她找到了没有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카메라 카메라를 잃어버렸어요 어디에서요? 在这里 여기서요 我在这里 뛰어버렸어요 여기서요 여기서 카메라를 잃어버렸어요 여기서 카메라를 잃어버렸어요? 네 카메라를 잃어버렸어요 잠시만 기다려주세요 잠시만 기다려주세요 잠시만 기다려주세요 아이고 아이고 这么多 粗心的人好多 全都落在这儿了 全都落在这儿了 看来丢东西的人可真是不少 金小姐 你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是啊 幸好你知道在哪儿丢的 这样才能找得到 那么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这东西在哪儿丢的话 那可真是麻烦了 这个时候你只能去警察局 或者说去衣食物品的管理处 去找这个东西 是的 大部分的人一般乘坐地铁 或者出租汽车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丢失物品 那如果您在地铁里丢了 那这样的话 您可以找地铁站的 工作人员沃姆 或者呢 可以到仪式物品保管处 在那里也可能会找到 您丢失物品 那仪式物品保管处的 韩国语叫做 유실물센터 也可以叫做 분실물센터 那么如果您在请对方 帮您找东西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人 他最常见的问你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어디에서요 就是他在问你 在什么地方丢的呢 那么这句话本来是 어디에서 일어버렸어요 那么就是 您在哪儿丢了您的东西呢 那么如果对方知道 您具体丢东西的情况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简单地问你 어디에서요 那么您就要告诉对方 就是您丢失的地方 那如果是您在交通工具里丢了 那这样的话 在交通工具后边加上 那如果您要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 您丢了您的东西的话呢 您可以在这个地点的后面加上 에 두고 왔어요 或者说 在这个地点的后面加上 에 놓고 왔어요 比如说 或者说 在这个餐厅丢了我的东西 可以说 식당에 두고 왔어요 或者说 식당에 놓고 왔어요 那么让我们来練習一下怎么样 您是在哪儿丢的呢 어디에서 잃어버렸어요 버스에 두고 내렸어요 那么您在哪儿丢的呢 어디에서요 식당에 놓고 왔어요 那这就是 ematica 那这就是 对吧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在旅行的时候 如果您丢了您的护照 可是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那么这个护照在韩国语中 我们说要管 那么如果您真的丢了您的护照的话 那么就请您马上到警察局去挂施 然后拿着挂施单去本国的大使馆 再递交您的个人身份资料 和刚才在警察局得到的挂施单 您就可以得到一本临时的护照 那么如果您要是 急得马上要回国的话 您觉得最好马上应该去办这个事情 知道了 那这样了 如果你丢失了你的护照 或者身份证比较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应该先去警察局 警察署挂施 对吧 然后再去哪呢 就是去驻韩的本国大使馆 就是贴仨馆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今天学习的内容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记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对啊 我们的Kulia Plus 韩国民宿村 在这里您可以将韩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尽收眼底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 韩国民宿村 是国内最大的民宿村 在这里您可以将韩国的传统与文化尽收眼底 1974年建成后 以朝鲜时代后期为基准 生动地在线的当时生活风貌 民居和风俗 在那里您还可以看到农乐和走绳索表演 还有各种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表演 精彩的文化与观众的参与 农乐使游客兴致勃勃 身穿沙漠款带的新郎 和穿着文桑 带着卓杜里的新娘 正在举行婚礼 像这种传统的表演活动 一直在持续地举行 您还可以在集市上 喝一杯用米酿造的通通煮 再吃一口 肯定会使您流香满口 全年开放的韩国民宿村 离首尔只有40分钟的路程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么希望大家在韩国旅途中 不要发生丢失物品的事情 那下次同一时间 我们为大家准备更有意思的韩国文化 和在旅途中常用的韩国语 是啊 在这里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韩国永远在等待着大家 那么韩国美好的回忆 也同样在等待着大家 那么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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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